民众党立委蔡壁如因为硕士论文争议自行请辞之后 是由新光大公主吴欣盈来递补 今天上午她也来到立法院宣誓就职 那也喊出三部原则 不分党派不谈新光不谈私领域 强调自己已经辞去了新光医院董事 未来就会针对国际竞争 女权保障还有银法经济 三方面来提出相关的法案 那她今天是也到了未怀委员会 跟未来同事一一打招呼 大声念出誓词 新光公主吴欣盈来到立院宣誓就职 递捕前民众党立委蔡壁如位置 成为立院最新科立委 宣誓人吴欣盈 不过可能是太紧张了还一度放下手来 以个人的财经经历 实际经验以及专业 在国家竞争力 女权保障 民法经济等方面 做比法律更规定更严格的标准 所以未经跟新光医院提出 此董事的申请 避免新光医院董事身份被做文章 吴欣盈一就职 喊出散布原则 不分党派 不谈新光 不谈私领域 尤其自己刚有喜事 宣布怀了小宝宝 前天我也在脸书公布要做妈妈了 我要为了宝宝创造台湾更好的明天 双喜临门 民众党团除了高宏安 有地方行程没出席 其他立委干部通通来迎接展现团结 因为硕士论文抄袭争议 自请离职的前立委蔡碧如 不忘再对执政党炮轰 蔡碧如换战场争取清白 吴欣盈则到未还委员会签到 向未来同事一一打招呼 从新光公主转换到中央明代 吴欣盈要在最短时间上手 为民服务 这期宣红正论台北报道